还有就是立委助理又爆出仗势烂权争议 国民党立委蔡景龙 他的国会助理刘宇豪被拍下 利用职务申请公务接机证 但是私下进到机场里头来接女朋友 画面中的男子是国民党立委蔡景龙国会助理 不过却被民众检举 疑似为了帮穿桃红色衣服的女友接机 竟然利用助理职务 透过立院申请临时机场公务证 快速通关 刘宇豪 你今天是上班 上班接机吗 全都自己礼拜天有上班 还大方秀出申请的公务证 不过一看到被拍摄 三步并两步快闪走人 因为我女朋友在澳洲工作 身体有严重的问题 所以要回台湾 那我就想说我就申请这个证 过去把她把行李拿出来 你发争议助理坦诚 是为了帮生病返国就医的女友拿行李 才动用关系 走后门 我自己个人行为 走医我会放置 在她坐上 如果有手不妥的话 我们会坐 坐上的 走私的助理 宠国助理 自知理亏 打算辞职负责 蔡典荣第一时间 还有点搞不清的状况 只说会处理 立院助理 仗势惹争议 不是头一遭 就算真是为了体贴女友 也难逃 烂全争议 中文新闻综合报道 中文新闻